如果搭升降機有人放屁 不是我的 閉氣 如果是我的 就扮不是我 現在有多少塊腹肌 其實本人每個人都有8塊的 看看有沒有脂肪遮住了 近來小弟我就是在籌備 有肌肉的 不過現在是脂肪蓋住了 所以就不show那麼多位置了 看劇吧 看劇 看劇 我每部戲都要脫衣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假如要跟李小龍決鬥 沒有 會不會有機會贏 沒有 沒有 就這麼多 不用一秒就被李小龍師叔打倒了 作為一個所謂起飛腳的代言人 我人生起了幾多次飛腳 我數不到 為什麼呢 例如好像拆牙一樣 我問你 你人生拆了幾多次牙 都數不到 因為不會數的 經常都要練 經常都要做 經常都要表現 所以很多次 這個問題問得好 拍親密戲和動作 功夫動作 是否有一點相似 我可以告訴你 就是我的Limited的經驗呢 是 因為你拍一些熱情的戲呢 因為我們拍電視 或者拍電影 很多時候會借位 Double位 例如好像 我打一個人這樣 未必打一下都是中的 很多時候都是Double位 即是假的 其實拍那些 感情戲 就是那些熱情的戲呢 很多時候都是借位的 還有是要就機器的 還有很多東西都是量度出來的 即是每一個動作 好像很熱烈的 不過都是量度出來的 所以是有相似的 是假的 我入行都有16年至上 入行很久了 那一段時間傳媒都會寫 《恩星》這兩個字 其實OK的 起碼有個星 我記得有一次 拍電影 跟Fiona 禎哥做導演的 在現場裡有一本雜誌 揭起 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我當時覺得 都拍了那麼多部戲 做主角 還有那些不是小片來的 都是大片 他們捉住了一個字眼 就會這樣去說 不過我安時的禎哥 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 人家寫你做恩星 你就做個大星給人看 自己繼續努力 公司又幫忙 怎麼都會有機會出頭的 神保守 真的有機會 現在就有一點點成績 現在就不會寫這些 而且不單止不寫這些 我媽媽都安樂了一些 人家說感情那方面 有沒有可能阻止我的事業 人家說感情那方面 我不知道有沒有 其實我又不會想這些 其實人生裏面 是一系列的選擇 一系列的選擇 你選擇了一件事 可能你就會失去了一件事 你要確定那個選擇 是否值得 還是否值得 我每個決定 那一刻當然覺得是值得的 所以到今天也好 總之我做過什麼決定 我都沒有後悔過 我曾經有說過 拍拖不難 結婚不難 其實為什麼說這一句呢 因為其實我是 compare著入行 做一個有成績的演員 是比較難一點 你說40歲 就會吸引到一些女人 不是 吸引一些女仔 然後我的答案就是 是嗎 現在的感情狀況就是這樣 會去認識一下人的 最低限度可以做好朋友 不過如果是可以發展就發展 我是不是順盤 我怎麼說不是 我又不敢說是優點 就是好住 我懂功夫 如果要出街 晚一點出街 同學出街就安全一點 太氣了